大家好 歡迎來到牛排幾分熟 現在正是疫情數字當到的時候 你現在在看影片 是中還是沒中呢現在 在接下來看影片之前呢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一定要先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不要看到最後我才提醒你們 然後你們覺得很開心 笑完以後哇很實用怎麼樣 誇獎我一堆以後 又忘記開這些東西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增加防守的廣度 今天會做三個我覺得蠻符合 現在大家系隊只要有隊友 他們可以一起練的東西 先從直線開始 再到橫向變成一個十字點 然後再加上我們等一下今天會加入高台 它下去的角度以及速度力量都不一樣 它也可以讓防守去做更多變化的訓練 走吧我們看看怎麼訓練 今天我們兩位牛排的助教呢 請到 你們可以靠近我一點嗎 雖然我知道你們很大 突然好熱喔 這位是我們大專聯賽UBL最佳中監手 那個 蔡新瑤喔 哦要好刺激 很多人不是都說你那個字念頭 新瑤 他沒看到三點水嗎 我不曉得 對啊眼睛怎麼了 慶瑤 然後這個是牛排常客 就是越來越胖的小胖 一個自由 對他來說小菜一點 但是這位呢 我們也要讓你們的快攻手 練得很會防守 讓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要低 然後上來的時候全程都保持防守的高度 不要起起伏伏的 來 哇 來這裡 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到防守選手 他手玩的時候 可以給他一點左右移動 讓他增加上來有點V字型的防守 就不要只有丟正面 丟正面有時候對他來說太簡單的時候 來推下去 扣完以後 他的重心就可以往左右移動 讓他去增加V字型的廣度 如果遇到防守更優異的 比如說像自由球員 就可以把防守的廣度更增加 比如說是V或者是米字型 因為現在對防守很好的人 中間的球對他來說一點用處都沒有 然後就可以增加左右 來 很好 有時候可以多做一些變化 就是他往前跑的時候 可以往後丟 OK 很好 OK 那等一下我們做左右移動的訓練 他也比較單純 只是你把防守橫向的範圍 大概抓個3公尺到4公尺左右 記得不要太長 小胖等一下往左的時候 青瑤 會扣球給你 接到球以後 我有拋球 你再開始移動 不要太早移動 不然的話就跟比賽 真正要扣球你的啟動 時間不一樣 小胖接起來球好 黏 哦 好 失 因為你的防守太好了 地面上的扣球對你來說 好像小拆一點 我們現在增加高度 所以我們下去的強度啊 還有角度 會更刁鑽一點 然後力量也會更大 我們訓練的內容是 直線 沁搖直線 沁搖斜線 我斜線 關鍵拋球 才可以動 嘿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訓練就是 把剛剛中線跟橫線的那樣的防守 把它加進來囉 這樣子一個十字以後 我們就會形成一個圓哦 OK Let's go 小球 很好 很好 中扣 哇好廣哦 後面 OK 好好好 很好很好 記得 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是選手的狀況 去安排課表 發現你臉有點白的時候 我就會暫停這件事情 好不好 要量力而為 很好 大家好 做防守訓練固然 是要讓他把廣度增加 會不停的去丟 不停的會去丟 如果可以的話 有時候你用顆數 比如說設定十顆球為一個單位 但是你發現 他的身體狀況 可能做到四五顆球的時候就很勉強 你就不要硬 會覺得設在那個十顆的地方一定要做完 你可以給他把防守做廣一點 可能在一兩顆就結束 今天的牛排教學就到這邊結束囉 做好這樣子的訓練以後 如果還有對防守 或者是 廣度上面訓練 或者是你有發現更好玩的訓練 麻煩留言給我們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謝謝兩位助教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耶 謝謝 謝謝